2022年注定将成为中俄合作历史上再入实测的一年 最近中俄合作又传来好消息 这次合作的主角是中国的北斗和俄罗斯的格罗纳斯 而对于眼下不断向好的中俄合作而言 这无疑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一步 9月27日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中俄两国签署协议将联手合作在两国境内设立导航站 中国在俄罗斯的莫斯科 贝加尔湖畔 勘查加半岛建设三个中国测量站 俄罗斯在中国吉林长春 新疆乌鲁木齐 上海三世搭建俄罗斯格罗纳斯系统导航站 这些地面站的建设能有效提升这两套导航的信号强度与导航精度 而这个协议的签订 也意味着中俄在卫星导航相关领域 长达8年多的合作长跑 如今终于接近终点线 实际上早在2014年 俄罗斯就有意与中国互建数量对等的卫星导航站 但双方长时间未能就此事达成共识 直到去年12月 双方才签署了卫星导航的合作路线 其中内容包括增强中俄卫星导航系统的互补性和兼容性 以及互设地面卫星站 当时俄方曾表示有信心在2021年年底前就启动互相部署 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这次签署的地面站互设协议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如何把协议的内容按计划落地才是双方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 其实整件事看下来其发展历程有点像中俄合作的CR929大飞机项目 中国方面有人有钱有技术 奈何俄罗斯方面似乎不太给力 导致整个项目进展缓慢 众所周知 中国的北斗凭借着后发优势技术发展非常顺利 其实不太需要格洛纳斯来做备份 但格洛纳斯现在不太行 不仅技术相比于北斗已经落后了 同时因为整个星座的导航星数量一直不够 导致精度也很差 格洛纳斯系统研发于20世纪80年代 但经历冷战 苏联解体 该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 俄方曾寄希望于获得西方的部分技术与支持 倾向于欧洲主导研发的伽利略导航系统相互合作兼容 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美军曾为检测战时切断GPS信号对敌军的影响程度 而进行了一次实战模拟测试 模拟结果显示关闭GPS 对欧洲的影响是40% 对俄罗斯的影响是34% 对中国的影响是8% 模拟结果证明中国具有在美国关停GPS系统的情况下 执行复杂多样化 立体式现代战争的能力 这个结果令全世界十分意外 为何基础技术更先进的加利略系统和格洛纳斯系统 会被比这二者起步还晚的北斗系统反超 其实这与俄罗斯因经济低迷而无钱投入研究 欧盟各国之间互相推诿脱不开关系 1994年2月 中国人正式踏上了北斗系统的研制之路 我国将导航卫星的建设分为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覆盖国内区域 第二步逐渐覆盖亚太区域 第三步再覆盖全球 开拓的路总是艰辛的 摆在北斗一号研制工作面前的就是四无局面 一无技术 二无经验 三无人才 四无资源 曾任北斗一号 北斗二号卫星总指挥的李祖宏回忆 在起步阶段 我们受过很多刺激 例如像某国购买产品后 钱都付了 对方以制裁为名 不卖了 退给我们一些硬质版 这样不讲道理的事情屡屡发生 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 例像六年后的2000年 北斗一号的首批两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终于成功发射 北斗一号实验系统正式建成 并开始投入使用 中国成为继美国 俄罗斯之后 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 2004年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统任务正式启动 相比北斗一号 北斗二号面临的难度和挑战更大 更肩负着实现卫星核心 气波件国产化 彻底打破受制于人局面的使命 原子中是导航卫星的心脏 北斗系统的时间基准 都是以纳秒来计算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原子中 它是提供时间的基准信号 精度能够到时的-15次方 甚至-16次方 这样一个高精尖的时间精度 需要核心设备的保障 按当时国家的条件 没有特别好的原子中能装在卫星上用 在寻求合作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 为打赢科研攻坚战 为了赶攻期 北斗组建了中科院 航天科技 航天科工三支队伍 同时攻关并在基础理论 材料 工程等领域同步进行推进 历时两年把国产星载原子中成功研制出来 这标志着我国终于摆脱了核心部件 被别人卡脖子的状况 让卫星导航系统的心脏跳出了中国心律 2007年4月14日 首颗北斗二号导航卫星发射升空 我国进入北斗二号时代 与作为试验系统的北斗一号不同 完成组网之后 北斗二号可在覆盖亚太地区定位精度能达到10米 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 受时精度优于50纳秒 到2012年10月底 北斗二号系统共发射了16颗卫星 正式完成组网并投入运营 完成了我国卫星导航系统第二步建设任务 2017年 完成了我国卫星导航系统第二步建设任务 2017年11月5日 我国成功以一箭双星的方式发射两颗北斗三号中原轨道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卫星的首次发射 标志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步入全球阻网时代 之后的一年 北斗三号进入卫星高密度发射期 2018年北斗三号共发射了18颗卫星 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完成建设 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相比于北斗二号 北斗三号拥有了更高的精度 更强的原子中 更新的技术 更优的信号 2020年7月 我国正式宣布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标志着北斗三步走发展战略圆满完成 北斗迈进全球服务新时代 抛开格洛纳斯的技术问题不谈 就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谈 俄罗斯现在也确实需要北斗给他们做备份 美国未来很有可能下狠心 把俄罗斯境内所有的GPS信号全部掐断 那么这时格洛纳斯就必须调习大量 至少不能让俄罗斯的老百姓出门迷路了 可问题是格洛纳斯现在准备好了吗 格洛纳斯一旦不好用怎么办 美国的GPS断了 欧洲的伽利略也早就半死不活 能依靠的似乎就只有来自中国的北斗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的大量进口汽车和飞机 都没有安装格洛纳斯导航设备 之前都是靠GPS的 尤其是民用飞机 早在2017年 俄罗斯政府就已经多次警告其国内航空公司 要求他们尽快在进口的波音和空客飞机上 安装格洛纳斯导航系统 但这些航空公司为了省钱 外加格洛纳斯确实不怎么好用 从而导致没有听取政府的意见 导致现在的情况非常被动 幸运的是 俄罗斯政府目前已经开始对境内所有进口的交通工具 更新格洛纳斯导航设备 而为了以防万一这些终端设备既可以接收 格洛纳斯的信号 也可以接收北斗的信号 那么北斗卫星地面站入俄自然也成为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们总结下来其实不难发现 中俄卫星地面站互建这件事 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很急迫的 没办法 一方面确实是国际形势所迫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的格洛纳斯确实技不如人 而对于中国来说 让格洛纳斯地面站入华也不是件坏事 美国如果能掐断俄罗斯境内的GPS信号 未来也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会掐断中国境内的GPS信号 这种东西本身就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工具之一 因此两国也必须做好最坏准备 同时我们需要更多的测量站 为北斗提供更加可靠 精度更高的数据 俄罗斯国土面积广阔是我们无法越过的地区 所以双方的这种合作是互惠互利的 放眼未来 这种合作具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首先对美国的GPS导航构成严重的冲击 目前北斗的导航精度包括覆盖面 已经不逊于GPS 但作为后起之秀 我们在技术的成熟度 应用范围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与俄罗斯的这种联手 必然会提升北斗的覆盖面 以及成熟度 其次对两国加强技术合作 形成重要的推动 如今中俄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西方的科技限制和打压 所以双方的合作对于消除这种影响 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